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你也可以自学魔术 今天我要用耳线来变一个魔术 首先我要缠在大拇指上面 可以多缠几圈都无所谓 缠好了之后 我要做一个圆圈 做一个圆圈 哇 这个好大的一个圆圈 好大的一个圆圈 然后我要用穿过它 这非常简单对吧 穿过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把这个圆圈变小一点 穿过它还是很容易这样穿过它 对不对 好我再变小一点 还是可以穿过它的 再变小一点 再变小一点 再变小一点就这么小 还是可以穿过去 但是呢再变小一点 这样小 还是可以穿过 但是我们穿过的时候 速度会慢一些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穿过 大家看 一二三 半秒钟 就穿过了 那半秒钟看到没有 就穿过了 好 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呢 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我们这样哈 绕在大拇指上面 这个绕几圈 绕在上面 绕几圈 这个绕几圈都无所谓的 然后呢 中指勾住 中指 勾住它 做一个圆圈 做个圆圈的时候 把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抽上来 它抽上来 这里抽上来 重点是这里啊 这个可以拉 可以圈变大变小 这个无所谓 好 这边呢 要这样穿过它 穿过它 我们把它拉小 穿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从这里穿了 直接从大拇指这里 转过来 从大拇指这里 转过来 一转过来 半秒钟 就穿到里面去了 大家试试看 好 这个魔术 你学会了吗 好